启动全面革新柳昌生、东风月达奇亚不再生产10万元以下车型 我们将由内部开启新的变革 包括统一品牌形象、变动化战略落地、组织架构调整 以及高品质产品的引进等 东风月达奇亚总经理柳昌生近日接受了美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采访 谈到了奇亚在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东风月达奇亚将进入新的转折点 从2016年销量65万辆的顶峰到2020年完成24.9万辆 不愿放弃中国市场的奇亚迫切需要一场大刀阔斧的变革 恢复到东风月达奇亚销量鼎盛时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成的 奇亚会考虑先提升品牌形象 不会一味追求销量目标 事实上 今年上市的制跑A4和佳华MPV都是东风月达奇亚重塑消费群体和试水高价位区间的首批产品 柳昌生透露 佳华的推出对于奇亚提升品质有非常大的战略性意义 奇亚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平均官方指导价和往年的13万14万元相比有了大幅提升 柳昌生希望以此来改变中国消费者对于奇亚品牌的刻板印象 柳昌生说 奇亚也不排除通过4S店、代理商、城市店、商圈店的方式去推进这一目标 而在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东风月达奇亚将会新增一些部门 比如专项负责新能源的销售部、品牌部等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东风月达奇亚在中国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围绕品牌向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销量将不会作为奇亚未来两年的重要考核目标 Secondlyери奶奶市场新的调整 第一个选门